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李掌博报告 今天拥备要带各位回到8090年代 看看那个时候有什么样精彩的漫画还有漫画家 而这次的主题却又带了一点危险跟大人的气息 准备好了吗 出发咯 今天陪伴在李掌博身边的李明是 我是大内 大家好我是我啦 一枪烈火你的心 我是Bomb 鲁邦 天哪鲁邦你饶了我们好不好 你一开始就用这种让人反胃的台词 你不怕我们在听众朋友都吓跑 哪有啊 我可是爱的枪手一颗子弹就辱获少女的芳心 变态就是变态 怎么样还是没有办法成为绅士的 是变态绅士吗 就像猴子穿了衣服还是猴子拿了把枪也不会变成零零七 好吧 看着鲁邦被我们的女李明批得这么体无完肤 那么拥北基于男性的立场也就不忍多亏你 谢谢 勇伯你偏心 对啊偏心 不是的 我只是节目刚开始还没有回神 能量还没有储备好 等一下再好好的改对台 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北条斯这位作者你们有没有听过 是芝多斯吗 有啊 当然有好不好 勇伯你小看我们了 想不到我们的李明这么的通晓古今中外 不然谁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我就被人不是了 那我来起个头 好 北条斯老师可说是擅长描写现代写实故事的漫画家 起先原本是读设计学系的他 在1979年以太空天使入选Jump第18届首种奖新人赏 据说在这之前 北条老师他是连Jump都没有看过的 是他朋友瞒着他帮他投稿才入选 真的哦 对啊然后他接下来他就因为这样他就开始买Jump 这样 而在80年发表短片《我是男子汉》之后 于81年以猫眼正式在Jump开始连载 这时候他才刚大学毕业呢 然后啊在83年猫眼动画画之后 更是引起广大的回响 除了在日本本地之外啊 在海外他也发行了很多语言的版本 那当时啊就当时的动漫画市场来讲 他其实是还蛮不容易的 那也因为这样就替北条老师的地位打下了一个还蛮稳固的基础 而且啊就是还蛮难得的是 这个北条老师他是在完全没有当过助手的经验之下 成为独当一面的漫画家的 是哦 或许猫眼这部作品很成功哦 但是对于台港路的读者来说 像《城市猎人》更是一部让印象深刻的作品 无论是北条老师倾入全力在这部作品上的描绘 还是剧中牙语聊的搞笑与帅气 再来就是更多的翻拍作品 像是电影电视还有倒刷的漫画 都可以看出《城市猎人》的超人气 同时北条斯也挤身成为90年代最受欢迎漫画家之一哦 非常感谢大内还有娃娃的介绍 刚才怎么有听到星星的叫声呢 怎么又像是猴子还不管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歌曲 来自City Hunter第一部OP 欢迎回到李长博报告的节目现场 今天介绍的是超人气漫画家北条斯 那么刚刚的节目当中大概介绍了一下 北条斯在出道前后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 将会带来更多有关于作品的故事还有介绍 所以说北条斯的作品 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猫眼城市猎人而已吗 其实北条斯的作品也不算少 但是他几乎都是以短篇居多啦 那这有可能就是跟北条老师的性格有关系吧 因为他喜欢尝试不同的题材跟内容 所以他觉得画得开心就最重要了 据说啊北条老师画猫眼的时候 就是画没多久就有点腻了 对 可是反倒是城市猎人他就画得很嗨 他还特地到了美国取材之后啊 发行了两个短篇先测试水温 之后他才正式连载 对啊 其实在城市猎人以后的作品 都反映出各种不同想要表述的主题 像是反战 环保 性别 以及家庭意识 那么这都是在北条老师的笔下 被细腻的刻画着 不过我们就以猫眼这个作品来看 算是打下了成功的基础的一部作品 那么在里面到底是说些什么呢 猫眼的剧情看起来好像蛮简单 但其实是很复杂的 故事是在说有三个姐妹花 来生类 童与爱 经营一间名为猫眼的咖啡厅 平常时间因为三姐妹的关系 店里的男客总是比女客来得多嘛 而二姐来生童没事的时候 总是会坐在窗前 想她那个身为警察的男朋友俊夫 然后看起来只是经营咖啡店的三姐妹 晚上就会化身成为代号猫眼的神偷大盗 这也让俊夫头疼不已 因为他是警察 因为对手既然是自己的女友 店面同名的大盗 势必要把他们捉拿在岸 所以晚上常常做噩梦 要是没有变成大盗的话 那可能就变成只是一般 卖咖啡的料理漫画了 但是刚刚有提到 北条老师其实画到没多久就已经腻了 还有在猫眼这部作品里面 究竟加了什么料啊 可以让他成为百大具有影响力的漫画之一 以及替北条斯打下成功的基础呢 鲁邦 快点啦 连星球崛起的凯撒都会说人话 我现在给你机会 你还不赶快说 鲁邦回家了 快一点 当初北条斯因为猫眼会画到腻 就是不想让作品落入俗套 想想看 如果始终都是那种非黑即白的世界观 小偷跑给条子追 那就会落入一个循环之中 于是作者让其中一个女主角的男友变成警察 让这个警察逐渐发现 这个窃盗集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而当谜底解开的时候 两个人的感情又会陷入什么样的走向 一阵一邪的灰色设定 也就看得出北条斯懂得游走人性的灰色地带 而这个元素的添加 充分地加深作品的可看性 好的 谢谢鲁邦 麻烦你继续说猴子语 虽然猫眼的犯罪行为让人头痛 但是也不全然是偷盗而已 他们所偷盗的物品呢 都是他们原本身为艺术收藏家的父亲所有的 然而在有一次的偷盗过程当中 他们却意外得知父亲的下落 所以就很期待跟父亲能够团聚 那么除了偷盗之外 猫眼们也会帮助警方惩治那些十恶不赦的坏蛋 由此可见呢 为了跳脱 让北条斯化到逆的这些因素 北条老师他设定了许多出人意表的元素 在旧有的苛救中突破重围 也因为如此 让他日后打下了更大的江山 那我在这里要补充一点 就是猫眼 他除了在81年的漫画版 83年的动画版 另外他在97年有藤原寄箱演出的电影版 还有2010年在北条斯的尖修下新连载的猫眼 注意哦是尖修 然后他是由周木黑萨古拉所撰写剧本 并且由阿左为信负责绘制漫画作品 所以啊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哦 好的 聊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 来自天使新的OP Finally 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动漫我要听进行的单元 李长博报告 我们又回来了XYZ 为什么是XYZ啊 因为啊我们这个单元结束之后 就告一个段落要换一个新的单元 对不对 那就代表已经没有退路啦 Z之后就没有了嘛 对不对 就是没有退路的意思 所以呢只要是在新宿车站的告示板底下 写下XYZ 就会有城市猎人来找你咯 谁叫我 City Hunter 鲁邦你角色决定一下好不好 一下鲁邦 一下007 一下猴子 一下又城市猎人 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代表我千变花美男 对 是便利商店的便 耶 好啦人家城市猎人雅语聊虽然好色 但是身手却是一流 鲁邦我看你只有好色 开玩笑 好的枪手一把枪就够了 冷静的枪手一颗子弹就够了 而我就靠一把枪一颗子弹 烈火你的心 那还不是只有好色 对就是只有好色 什么好色 根本就下流 我跟你讲 不过说正格的 城市猎人确实是北条斯的巅峰之作 不管是漫画 动画 电影 电视剧 都是人们争相翻拍 还有模仿的对象 而在2001年左右出版的天使星 也沿用了部分城市猎人里面的角色 虽然说作者他自己说这不是个续作 但是还是有很多读者认定他就是续作 天使星在第一集看到阿湘领便当的时候 真的是超难过的 真的 还以为再也看不到大铁锤的威力 不过好在湘迎继承阿湘的心脏的时候 也继承了他的能力 刚开始湘迎自己也不知道 到底为什么会突然间变出铁锤呢 在城市猎人阿湘 他的铁锤常常出现来 城市阿辽好色的个性 有时候呢 还会随着好色程度 增加铁锤的顿数 从500顿到1万顿都有出现 打到烂掉 但是很多人都看到阿辽虽然好色下流 但会认为那只是为了隐藏他真面目的卫装 不过阿辽的行径通常太夸张 这个念头一下就消失了 毕竟阿辽的童年也不是太好过 我想了解这一点 又能够善加利用阿辽的人 也就只有演上牙子景观吧 嗯 在之前呢 牙语聊有很多的翻译名称 那么最常见的就是香港版本的孟坡 还有像大陆 他们翻译成为这个叫做什么 韩语良 那是谁啊 所以呢 在后期出版品都极力想要将它证明 那么在香港呢 就有翻拍过两部电影 一部是成龙演的城市猎人 还有一部是周文健演的孟坡 还有电视剧庙探出租对不对 就连韩剧也有翻拍 对啊 孟坡我有印象 记得电影里设定他是飞虎队的队员 在一次的任务中 因为在舞厅里把妹 所以没及时报道有被开除 对这设定就是阿辽啊 对啊 鲁邦刚刚说 冷静的枪手巴拉巴拉的台词 是从那边出来的 至于成龙的城市猎人啊 虽然说成龙他是日本方面指定的 不过就形象来说呢 他跟阿辽还是有一点不大像啦 是鼻子 后面变成春丽真的还蛮扯的啦 对 不过就娱乐效果来说 他是一部还不错的骗子 城市猎人虽然搞笑成分不少 但其实底下潜藏不少的反战意识 虽然在剧中里表现不是那么的明显 但海外跟阿辽都是受过战害的人 以往他们虽然都是敌人 但也都相知相惜 而在新宿里世界的人们 黑社会啦 人妖啦 妈妈桑啦 其实他们心里也是渴望着和平 而许多想表达的观念 也都在北条斯里面 很多的短片描绘出来 对啊 虽然说城市猎人的剧情看起来万事不公 甚至有时候很扯 但是就像之前说的 不论在哪一部作品当中 都可以看到北条斯对于人性的细腻刻画 或许北条斯一路走来 想要告诉读者的创作中心思想 就像在变奏家族最后一集的最后一句所说的 人是有温度的 最后我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 那就是成龙演的城市猎人电影主题曲 请问什么是人间臭呢 不过话说回来 雅雨聊得伸手好长得帅 又几乎是万能 如果不好色的话还真的不像个人 嗯对啊 这在日文里面就叫做人间臭吧 中文就直接说是人间臭吧 人间臭你说我吗 不是啦 如果用在角色的话 就是让角色更像平常人一样 在英雄啊或者是完美的角色里面 如果一切太过完美 就觉得他们不像是地球人 因此有时候会在角色个性里面 加点小缺陷美给他们 让他们更贴近一般人啊 像是Vocalroid创作的时候 也会故意调小噪音或是小触锤 让这些角色更贴近一般人的气息 哦那你闻闻看我有没有人间臭 鲁邦快把你的臭脚拿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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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